大家好,欢迎来到苏素追剧频道,我是苏素的替班苏强,由于苏素忙于毕业论文,我来替班了,当然我是个机器人,今天继续咱们的从海底出击系列,从海底出击第四季,这一次故事来到1943年的夏天,此时德意志帝国已是强弩之末处境越来越糟,一股呼唤停战抵抗纳粹的力量正在悄然滋长,帅气男主霍夫曼这一次又会有哪些精彩故事呢? 九死一生的霍夫曼回到德国后,俨然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,彼时德国在战场上伤亡惨重日薄西山,越来越多的高级军官渴望停战,画面来到一家酒吧,一名海军军官形色匆匆地走了进来,他掏出半张扑克牌与吧台边的街头人成功对上了暗号,看着紧张不已的街头人,军官安慰他德军高层很多军官都支持这项计划,不用担心,这个纳粹集团必须消灭, 他们的目标是要拯救威王的德国,这是一项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,突然街头人转过身脸色阴沉地说道,难道要从你这样无耻的叛徒手中拯救德国吗? 还莫等军官反应过来,他就被冲进酒吧的党卫军直接拷走,街头人见状露出了狡黠的坏笑,镜头一转,U949号在布赫纳的带领下再度启程执行任务,在上一季末大幅向高层检举了U949号上的违规行为,以及某些不当言论,导致大部分人员被调换, 文机长罗伯特更是被软禁在基地的研究室,不许再出海,操作手保罗被迫与担任无线电源的好友分开,身边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让他感到极不适应,而上在磨合期的船员们因为缺乏默契,导致出师不力,刚刚发射而出的鱼雷竟然缠绕住了潜艇,眼看对面护卫舰的螺旋桨声音越来越大,危急关头身为舰长的布赫纳站了出来,他不再像先前那般手足无措, 而是迅速冷静下来在地图上快速计算着距离和方位,再询问了鱼雷上揽绳的长度,以及他们现在运行的速度后,布赫纳打算用这枚鱼雷作为诱饵,又使对方护卫舰做出错误的方向判断,从而一举将他们拿下,接着布赫纳沉着冷静地发出了一系列指令,最终鱼雷揽绳被成功扯断,随着鱼雷发射而出,布赫纳迅速跑至前望境深度,然后调整好角度,下令发射三号四号, 十几秒后鱼雷成功命中了上钩的护卫舰,大家忍不住欢呼起来,不过传员们的心中始终有个心结,那就是究竟是谁向指挥官告了命,心虚的大副担心大家怀疑自己,动用直权让一名传员在大家之间散布谣言,声称叛徒是机械员科尔,同时他还偷偷将一本黑色笔记本塞进了科尔的衣柜, 传员根据大副的吩咐,故意从科尔的衣柜中搜出记事本,当众宣读了上面的内容,科拉森开了元首的玩笑,霍夫曼是个失败者,听到这儿科尔急忙否认, 这本笔记本根本就不是自己的,他也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里,这时操作手保罗站了出来,细心的他发现这个所谓的叛徒根本不认识字,如此一来科尔根本就不会在记事本上写下这些内容,所以告密者并不是科尔,而是有人栽赃陷害,紧张的气氛瞬间得到缓解,可就在这时总部再度发来新的指令,穿过直布罗托海峡的英军基地继续前进, 这一消息让潜艇内的众人都陷入了沉默,要知道直布罗托被称为U型潜艇的绞刑架,英军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,几乎没有潜艇能够逃脱,这时布赫纳想到一招,东西走向的洋流会在150米处汇入大西洋,那离海水的岩度极高,而高岩度会将潜艇探测器探测到的讯号引导至海面,从而让英国人无法追踪到他们,对此布赫纳显得信心十足, 他当即下令泉员放下咖啡,进入战斗准备,可太过年轻的他还是低估了此行的凶险程度,为了躲避英军探测器的追踪,U949不得不长时间在水下静音前行,部分船员开始出现缺氧的症状, 更糟糕的是此时潜艇的电瓶电量已经不足50%,而他们的行程才刚过去了一半,布赫纳不得不下令,将速度调至四节减速航行,就这样整整六个小时过去了,闷热潮湿的潜艇舱让大家几近崩溃,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布赫纳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, 他认为在经过了六小时的航行后,英军的武器和雷达一定都对准了西边,用一艘所浮出水面的德国潜艇,而他们现在必定已经离开了这片危险区,于是布赫纳当即下令,上浮至前望境深度,当他通过前望境发现四周一片安静时,兴奋地向大家宣布,我们安全了让我们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吧,可就在大家纷纷来到剑桥上时,突然发现前方的天空中出现了数艘战机, 布赫纳急忙下令拉响警报,可一切还是太迟了,随着战机呼啸着划过大家的头顶,炸弹被精准投放下来,一时间火光冲天U949号潜艇被炸成了碎片,海上的叙述暂时告一段落,再来看看霍夫曼这边,回国后他不仅被授予了十字勋章,德国高层还将他的经历翻拍成了电影,以做宣传,毕竟在这样的时刻,德国高层急需这样的英雄人物来提振日渐为米的士气, 可是霍夫曼却觉得高层的做法越来越偏激,尤其是在见到了美国的繁华后,他不仅为祖国的未来而深深担忧,经过打听霍夫曼了解到,海军内部有不少军官都支持政权更迭计划,核心人物自称为费德里奥, 并且国防军似乎也在计划对希特勒采取行动,准备在一次会议上用炸弹将其解决,霍夫曼认为密谋暗杀希特勒只有两种结果,如果失败那么德国国防军将被肃清,而如果成功则会出现权力真空, 希莱姆和戈佩尔会为此争斗不休,国家的悲剧还将继续上演,霍夫曼的想法是,找美国海军上校肯通将军谈判,以期获得军队的支持,他认为体面的投降是当下最优的选择,随后霍夫曼问候了姐姐汉妮和姐夫雷希特,汉妮现在主要在柏林负责照顾一些战争遗孤, 她的丈夫雷希特是当今德国海军的总指挥,值得一提的是,在第一季中出现的基地司令鲍伯,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汉妮的教父, 不过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汉妮其实过得非常痛苦,她和丈夫结婚多年却始终没有怀上孩子,明明自己样样都比弟弟霍夫曼来的优秀, 可父亲却只培养弟弟,从不在乎她的感受,汉妮的心中充满了痛苦和不甘,也正是在这个当口, 另一个男人其丈夫的副手舒尔茨,走进了汉妮空虚的内心,汉妮男党舒尔茨的花言巧语, 背着丈夫多次和她发生了不正当关系,画面来到党卫军的监狱,开头那名被抓的军官正在遭受党卫军头目的严刑拷打, 头目表示车轮上总有一个点连接着所有服条,他动用电刑逼迫军官说出他们的核心人物是谁, 军官经受不住折磨只得交代,他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性命, 只知道他的代号叫做费德里奥,获此消息后党卫军头目就地将军官处决, 不久以霍夫曼为原型的电影召开了首映里,德国高层纷纷盛装出席, 可让霍夫曼没想到的是,特使格鲁伯夫妇竟然也来到了现场, 他偷偷来到两人面前质问他们来这里做什么,为何不遵守约定保持距离,乖乖待在里斯本呢? 特使夫人表示是有人给他们寄送了邀请函,如果不是霍夫曼所为, 那寄送邀请函的一定另有他人,特使夫妇向霍夫曼承诺, 他们之间的协议依然有效,只要霍夫曼不给他们添麻烦, 夫妇俩也会守口如瓶,听到这话霍夫曼这才长舒了口气。 而就在舒尔茨准备向霍夫曼搭讪时,一名瑞士记者将霍夫曼叫到了无人的角落, 原来此人是霍夫曼的联络人,他传达了肯通将军的条件, 只要霍夫曼提供德国潜艇的内部信息,生产水平和战略计划, 那他就愿意提供军队支持霍夫曼, 说完记者将一个改装成微型摄像机的香烟盒, 递给了霍夫曼,为了和平为了有尊严的投降, 霍夫曼决定听从肯通将军的要求,继续实行自己的计划, 他来到了父亲生前的办公室翻找资料, 试图找到和潜艇基地建造项目,武器研发相关的文件, 就在这时罗伯特突然出现,霍夫曼被吓了一跳匆忙收起文件, 罗伯特劝说霍夫曼不要紧张,他也是费得里奥之轮的一部分, 有人找到他交代他要辅助霍夫曼, 找到同盟的霍夫曼激动地给了罗伯特一个大大的拥抱, 紧接着霍夫曼向罗伯特打听, 哪里可以得到肯通将军所要的这些资料, 罗伯特无奈地表示自从自己被调走, 他就几乎出不了办公室,无法接触到一些核心的机密, 霍夫曼连忙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 罗伯特表示有人向上级进行了检举, 说他立场不正确,从那以后他就被安排待在基地办公室, 不能再外出, 罗伯特猜测这多半是霍夫曼的姐夫雷希特一手安排的, 现在他身居高位, 掌握着所有信息领导的一切行动, 不过罗伯特还是提供了一条有用的线索, 那就是基地司令鲍勃, 负责潜艇生产和开发数据, 兴许他那里有霍夫曼想要的东西, 画面切换到公园的一角, 特使格鲁勃和片头那名街头人互通暗号后, 也被埋伏在此的党卫军带走, 关进了审讯室, 他大喊一切都是误会自己可是政府官员, 并要求立刻通知他的妻子, 办公室内, 党卫军头目正在研究着格鲁勃的资料, 不一会儿, 舒尔茨高呼着希特勒万岁走进了办公室, 原来舒尔茨是党卫军安插在德国海军的眼线, 头目询问舒尔茨首映之旅有何收获, 谁最有可能是费德里奥, 舒尔茨表示目前没有明确的线索, 倒是霍夫曼显得有些紧张, 并且消失了很久, 头目叮嘱舒尔茨, 继续保持和霍夫曼姐姐的情人关系, 看看能否从他那儿获得有用的情报, 舒尔茨遵照执行, 在约会时他故意制造姐弟俩的矛盾, 称自己一直以来都觉得, 霍夫曼的身上疑点重重, 没有人知道他在美国经历了什么, 他怀疑霍夫曼已经沦为了美国的间谍, 舒尔茨假装好心地提醒汉尼要多加防范, 有情况及时向自己汇报, 而霍夫曼这边为了获得肯通将军所需的资料, 来到了基地司令鲍博的办公室, 他四处打量着发现墙壁上贴满了德国潜艇的作战图, 为了从鲍博那里获得机密, 霍夫曼谎称, 父亲生前一直在写书, 虽然现在他过世了, 但为了纪念父亲, 他想继续把这本书写完, 鲍博听罢表示自己愿意提供帮助, 霍夫曼继续说道, 在书中的最后一章, 他想对比欧战和当下战争中潜艇的部署, 鲍博听后大为震惊, 要知道这些内容都是核心机密, 他无法透露给霍夫曼, 鲍博提醒霍夫曼尽快放弃这个可怕的念头, 不要惹火上身, 他可以当作今天的谈话没有发生, 眼看鲍博不愿将这些机密资料交给自己, 霍夫曼想起了瑞士记者交给自己的微型摄像机, 决定换种方式, 深夜霍夫曼只身一人再次来到了海军基地大楼, 他告诉负责束手的士兵, 早些时候自己将东西遗落在了司令鲍博的办公室, 可是士兵告诉霍夫曼, 这里是重地任何人没有批准不得入内, 霍夫曼拿出了一张自己的签名照片交给士兵, 因为白天来找鲍博时, 他听这名士兵说其女友是自己的粉丝, 拿到照片的士兵非常激动, 捣鼓了一句如果连英雄都信不过, 那还能相信谁, 于是直接放行并叮嘱霍夫曼尽快出来, 进入鲍博的办公室后, 霍夫曼掏出微型摄像机, 争分夺秒地拍下了有关潜艇基地, 作战方位等机密信息, 可就在霍夫曼准备离开时, 恰好撞见了来巡视的姐夫雷希特, 看着神色慌张的霍夫曼, 雷希特询问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, 霍夫曼表示自己有东西忘拿了, 特意来取, 雷希特表示未经允许谁也不能进入此区域, 说完他当即命令士兵对霍夫曼搜身, 霍夫曼佯装镇定, 顺手将手中的微型摄像机放到一边, 由于摄像机的外形和普通香烟盒并无两样, 所以雷希特并未起疑心, 在确认并无异常后, 雷希特这才放霍夫曼离开, 镜头转回到此时的海面上, 在英军战机的疯狂轰炸下, U-949号潜艇被击沉, 海面上飘满了潜艇的碎片和船员们的尸体, 现场无比惨烈, 布赫纳大声呼喊着还有人吗, 可是迟迟得不到回应, 就在布赫纳感到绝望时, 不远处飘来了微弱的呼救声, 布赫纳寻生游去终于发现了一名幸存者, 机械师克雷默, 在他身边是被炸断了一条腿的保罗, 克雷默喘着粗气告诉布赫纳, 保罗似乎还有呼吸必须立刻为他止血, 两人抓住一块斧板合力将保罗抬了上去, 接着布赫纳抽下皮带捆在了保罗的大腿处, 为了让保罗保持意识清醒, 克雷默不停和保罗说话, 还为他唱起了军歌, 起先保罗还会一起跟唱, 可渐渐的他的声音越来越弱, 直至最后没有了声音, 战争又带走了一条年轻的生命, 经过确认此次轰炸仅有布赫纳和克雷默活着, 由949号上的其他人全部丧命, 时间来到第二天清晨, 在海水中浸泡了一夜的布赫纳和克雷默早已精疲力尽, 布赫纳表示他们必须要推走保罗的尸体了, 他们需要伏板否则会死于室温, 为了活下去两人不得不依依不舍地同保罗告别, 目送着他的尸体飘向大西洋深处, 不知漂浮了多久在烈日的炙烤下, 严重缺水的布赫纳和克雷默即可难耐, 突然不远处出现了一艘渔船, 两人激动地震臂高呼大声呼救, 被救起后, 两人发现这艘渔船上的是三名意大利渔民, 尽管语言不通, 可渔民还是大致听懂了两人的需求, 并表示会将他们放到最近的陆地上, 再来看看霍夫曼这边, 成功拿到资料的他约瑞士记者在电影院街头, 并希望记者可以为自己转送给肯同将军, 谁知街头人表示他并不负责转交, 此时风险太大一旦自己被党卫军抓住, 那他会被直接扔进集中营, 不过自己会帮忙转达将军, 霍夫曼这边已经掌握了全部所需的信息, 最后瑞士记者告诉霍夫曼, 肯同将军非常期待同他见面, 不过目前肯同将军正在准备攻占意大利, 一旦侵占开始他就没有时间同霍夫曼谈判了, 所以霍夫曼必须抓紧时间前往意大利, 亲自将资料交给肯同将军, 另一边党卫军头目将特使格鲁伯的妻子带到了他面前, 格鲁伯如同见到了救星一般, 苦苦哀求妻子带自己离开, 妻子询问丈夫他遭到的指控是什么, 格鲁伯表示党卫军希望他交代在里斯本发生的故事, 接着他向妻子使了个眼色, 心领神会的妻子当即回复道, 据他所知那里什么也没有发生, 真正的内幕或许只有一个人知道, 那就是霍夫曼, 站在墙后窃听的党卫军头目听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, 露出了心满意足的微笑, 看来现在种种迹象表明, 霍夫曼很可能就是费德里奥帝国的叛徒, 为了加强对霍夫曼的监视, 党卫军派出专人实时关注并记录着霍夫曼的行踪, 甚至安排了电影的女主角接近霍夫以了解他的动向, 此时留给霍夫曼的时间已经不多了, 他必须尽快离开柏林去找肯通将军谈判, 由于此行凶多吉少, 临走前霍夫曼专程向姐姐汉妮道别, 但为了保护姐姐, 他没有说出自己离开的真实原因, 只是简单地表示自己又接到了一项保密任务, 今晚就要出发, 汉妮听后显得有些意外, 他本以为霍夫曼回国后, 姐弟俩还有很多时间刻意一起相处, 霍夫曼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, 言语中满是对姐姐的不舍, 他提醒姐姐要有所提防, 周围敌人太多, 务必要保持清醒小心提防, 不要被周遭的人同化了思想, 借此机会姐姐也说出了心中的疑惑, 他不知道弟弟霍夫曼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说, 是帝国的叛徒, 霍夫曼坚定地看着姐姐, 表示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, 重要的是在姐姐心里, 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, 汉妮叮嘱霍夫曼一定要平安回来, 说完两人紧紧相拥, 可他不知道的是, 这是姐弟俩的最后一面, 另一边舒尔茨被党卫军头目叫到了办公室, 头目斥责舒尔茨办事不利消息泰国之后, 幸好他们还有这位电影明星运用美人计, 成功获得了一条重要情报, 那就是今晚结束采访后霍夫曼就要出海, 党卫军头目当即命令节目录制结束, 就对霍夫曼实行逮捕, 舒尔茨信心十足地表示, 自己绝不会辜负头目的期望, 深夜结束采访的霍夫曼准备离开大楼, 与此同时舒尔茨已经带人蹲守在了大门口, 只等霍夫曼一出现就将他带走, 好在霍夫曼早有察觉, 他借口称要上厕所打算趁机逃走, 带到舒尔茨有所发现后, 连忙带人奋起直追, 霍夫曼一路跑进树林翻过围墙, 躲过子弹的袭击, 幸运的是前方正停放着两辆海军基地的公车, 霍夫曼没有多想直接钻进车内, 追赶而来的舒尔茨看着扬长而去的汽车, 想也没想就命下属尽快跟上, 待舒尔茨一行走远后, 霍夫曼才从另一辆停放着的公车内坐起, 而前来解救他的正是罗伯特, 原来有联络人提前告知了罗伯特, 党卫军已经知道了霍夫曼的行动, 所以派他前来支援, 在罗伯特的帮助下, 霍夫曼临时更换了机场, 成功飞往了意大利, 与此同时布赫纳和克雷默乘坐渔船, 终于成功抵达了德军位于意大利的一处国防指挥部, 就在两人以为找到了组织时, 却被告知高层要对国防部队重组, 他们即将搬到法国土轮, 布赫纳提出想要跟随国防军一起撤离, 可是对方断然拒绝, 在没有确认布赫纳的真实身份之前, 他们不敢贸然带上两个陌生人, 布赫纳提出他们需要运用无线电设备, 向总部报告U949号潜艇失事的事实, 可这名负责人却表示, 这里的通讯设备全都已经中断, 这是上级下达的命令, 可此时的布赫纳迫切想要回国, 在看见码头停靠着一艘潜艇后, 他便上前打算强行征用, 然而这艘年久失修的潜艇内部不仅破败不堪, 还有随处可见的老鼠, 会在布赫纳皱着眉头打亮着这艘潜艇时, 突然几名码头的工作人员趁着两人不备, 直接上前将他们控制了起来, 然后二话不说把他们关进了鱼雷舱, 以上就是从海底出击第四季一至三集的内容, 那么霍夫曼的计划能否成功, 究竟谁才是反对纳粹计划中的核心人物费德里奥呢? 所有答案都会在下期视频, 从海底出击系列的最后一个篇章中揭晓, 让我们拭目以待, 在从海底出击第四季一至三集中我们讲到, 此时的德国在前线接连战败, 一股反对纳粹的抵抗力量正在不断崛起, 霍夫曼主张有尊严的投降, 在罗伯特的帮助下他躲过了党卫军的抓捕, 冒着生命危险准备同美军谈判, 那么一切能否顺利呢? 下面开始讲述, 从海底出击第四季第四至六集的内容, 没能成功逮捕霍夫曼, 无功而返的舒尔茨当即遭到了党卫军头目的训斥, 他辩解称一定是有人在暗中帮助霍夫曼, 要不然他不可能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逃脱, 而这个帮助他的人大概率就是费德里奥, 党卫军头目打断了舒尔茨的话, 表示自己派发了一项如此简单的任务, 可舒尔茨都无法完成, 他当即宣布双方合作终止, 另一边的霍夫曼连夜乘坐飞机来到了德军位于意大利, 那布勒斯的一处不挤站, 并见到了准备撤离的国防指挥官, 而这里也是先前布赫纳和克雷默抵达的位置, 在国防指挥官的指引下, 霍夫曼直奔码头处停靠着的U330号潜艇, 毕竟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, 他必须尽快出发和肯通将军见面, 在码头边的一处营帐内, 霍夫曼见到了海军中士兵拉姆, 他原是U330号的指挥官, 军衔低于霍夫曼, 拉姆告诉霍夫曼现在除了潜艇尚未检修完毕以外, 他们还面临着人员不足的难题, 大部分的船员患有未尝力气久之不遇, 上途下泄已经死了6人, 霍夫曼表示自己需要10个人并且今晚必须出发, 拉姆表示这根本不可能, 他们现在只有两名水手一名生难员, 一名舵手一名轮机长和他自己, 突然拉姆想到鱼雷舱里还被关押着两个撞钉, 于是便带着霍夫曼前往鱼雷舱, 路上霍夫曼问起潜艇上是否有炮弹, 因为这一次他们会直达敌人腹地, 需要武器保护自己, 拉姆表示没有炮弹, 他以为这只是一次简单的零交战任务, 霍夫曼命令拉姆必须想办法解决此事, 拉姆灵机移动叫住了正在撤退的国防指挥官, 以霍夫曼之名, 强行要来了两枚8.8厘米的加农炮和20毫米的高射炮, 毕竟霍夫曼是这里级别最高的指挥官, 随后霍夫曼跟随拉姆来到了潜艇舱内, 并见到了被关押起来的布赫纳和克雷默, 一番寒暄后, 霍夫曼任命布赫纳为自己的副手, 克雷默为柴油机士官, 并叮嘱两人暂时不要联系总指挥, 不然会危及此次任务, 解决完人手问题后, 霍夫曼命令拉姆和克雷默抓紧时间对潜艇进行检修, 等到夜幕降临他们就出发, 另一边没有抓到霍夫曼, 又惨遭党卫军训斥的舒尔茨恼羞成怒, 他找到汉尼威逼他说出有关霍夫曼的情报, 不然就将他们在床上发生的事告诉其丈夫, 此刻汉尼终于看清了舒尔茨的真面目, 无奈之下他只能说出霍夫曼接到了新任务, 已经去往了意大利纳布勒斯, 舒尔茨听后气得咬牙切齿, 为了找出到底是谁在背后帮助了霍夫曼, 重新赢得党卫军的信任, 舒尔茨来到了鲍博的办公室, 言语中满是对他的试探, 舒尔茨认为只有拥有最高安全权限的人, 才能够帮到霍夫曼的, 他怀疑鲍博就是身处海军核心的叛徒费德里奥, 当即要求鲍博交出昨晚的公车台帐, 鲍博洋装镇定表示台帐所在了保险箱内, 工作人员明天才会回来, 这才打发走了舒尔茨, 直走舒尔茨后, 鲍博急忙打开抽屉拿出公车台帐, 翻阅昨晚的使用记录, 让他震惊的是昨晚最后一条记录竟然是罗伯特, 并且登记使用了两辆公车, 为了保护罗伯特保护霍夫曼, 鲍博想到了一个办法, 他找来了一名自己信得过的下属朗格, 安排他以最久斗殴之名被逮捕, 接着又让朗格主动求见舒尔茨, 声称他手中有一条关于费德里奥的重要情报, 今晚湖边码头的最北边, 费德里奥会和街头人碰面, 疑神疑鬼的舒尔茨特地翻阅了人事档案, 确认了朗格的身份是在边的海军后, 这才有些相信对方并非在胡言乱语, 当晚舒尔茨带人蹲守在湖边, 果然不一会儿黑暗中出现了一个戴着帽子, 身穿大衣的神秘人, 其脚步匆匆看起来十分慌张, 舒尔茨大喊站住, 然后拿枪呵斥对方举手抱头并下跪, 令他没想到的是, 来人竟是海军基地司令鲍伯, 舒尔茨当即命人将鲍伯逮捕, 并连夜展开突击审讯, 眼见鲍伯什么也不说, 舒尔茨气得恼羞成怒, 死死掐住了鲍伯的脖子, 结果因为情绪太过激动, 不小心将鲍伯掐死, 心虚的舒尔茨担心被党卫军苛责, 匆忙将现场伪装成了鲍伯上吊自禁的场景, 与此同时的党卫军头目的办公室内, 特使夫人再次被请进了办公室, 他急切地询问头目自己的丈夫何时才能被释放, 头目表示这一次找他来是想要了解先前潜艇上, 那些消失的金条是怎么回事, 格鲁伯夫人愣在了原地, 为求自保他将一切罪名全都推到了丈夫格鲁伯的头上, 并交代了格鲁伯意图窃取帝国黄金并运送到南美的计划, 而为了彻底堵住丈夫的口, 格鲁伯夫人借着探望的名义来到了格鲁伯所处的监狱门口, 然后故作心疼的亲吻丈夫, 可是没几分钟格鲁伯就口吐白沫, 当场暴毙, 格鲁伯满心期望地等待着妻子将自己营救出去, 结果临死才发现罪毒不过妇人心, 原来他妻子在嘴唇上涂抹了毒药, 在亲吻的当口毒药瞬间流入格鲁伯体内, 正所谓夫妻本是同龄鸟, 大男临头各自飞, 画面来到霍夫曼这边, 经过检修U330号潜艇终于恢复了正常运转, 霍夫曼下令即刻启程, 就这样他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再度出发, 准备去和肯通将军谈判, 一夜的风平浪静后, 潜艇上浮到了海面之上, 突然布赫纳通过望远镜, 发现前方不远处一艘德国货运船不幸被战机击中, 他默默祈祷着希望战机已经离开, 然而下一秒头顶就传来了轰鸣声, 一架美军战机呼啸而来, 霍夫曼见状当即下令拉响警报, 可到了关键时刻子弹却卡壳了, 看着已经折返回来的战机, 霍夫曼灵机一栋下令躲进前方德国货船所产生的浓烟中, 并以此作为掩护, 眼看战机即将来到众人头顶, 千军一发之际弹壳终于被拿了出来, 霍夫曼一声令下就是现在, 机枪手瞄准战机扣动扳机, 成功将其击落, 随后霍夫曼俘虏了跳伞的美军士兵, 拿枪威逼对方说出肯通现在的位置, 接着她又在地图上确认了航向开足玛丽指导黄龙, 镜头回到此刻的柏林, 自从汉妮看清了舒尔茨的真面目后, 便与她一刀两断, 选择回归到丈夫身边, 并且还打算领养福利院里的一名女孩赫尔塔, 可就在汉妮准备将赫尔塔接回家时, 却发现女孩神秘失踪, 福利院负责人称今天早些时候, 赫尔塔被家里的亲戚接走了, 可是据汉妮所知赫尔塔在柏林无依无靠, 根本没有亲戚, 觉得是有蹊跷的汉妮决定亲自调查, 到了夜深人静之时, 汉妮偷偷溜进福利院负责人的办公室, 然后四下翻找着抽屉, 结果发现了一塌塌厚厚的女孩资料, 就在汉妮感到疑惑想要进一步查看时,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, 汉妮急忙躲到一旁, 隐约间她听见负责人在和另一个人谈论着, 这些都是最纯种的德国女孩, 这让汉妮心中的谜团越来越大, 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 汉妮捏手捏脚地偷偷溜进了门口停放的汽车后座, 然后一路来到了一栋偏僻的大楼前, 她小心翼翼地走上楼, 结果耳畔不断传来男人们淫荡的欢笑声, 原来这家福利院正在实行一项政府的人种计划, 他们会定期将这些女孩送给高官玩乐, 美其名曰是为了保障德国人种的纯, 一番搜寻后, 汉妮成功找到了赫尔塔, 可就在她准备带走女孩时, 福利院负责人突然出现, 汉妮大骂这项计划无耻至极, 他们都还只是孩子这么做和嫖妓并无两样, 可负责人却辩解称, 这是合法合规的政府计划, 这些女孩除此以外毫无用途, 他们没有家人没有读过书, 自己这么做是在拯救他们, 不过考虑到汉妮特殊的家庭身份负责人表示, 只要汉妮当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, 那她就将赫尔塔送给汉妮, 送完便递来了一份收养文件, 汉妮果断签署了文件将赫尔塔带回家中, 另一边霍夫曼一行终于抵达了肯通将军所在的港口, 为了尽快见到谈判对象, 霍夫曼决定保持下潜状态, 躲在美军舰队下面, 同他们相向而行, 从而更好地接近指挥部, 毕竟想要当面见到肯通并非一事, 他们很可能还没见到将军, 就被对方的守卫击毙, 当U330号潜艇逐渐接近肯通将军的指挥部时, 霍夫曼登上剑桥以那名飞行员为人质, 要求同肯通将军会面, 美军没有办法只得将霍夫曼领至肯通将军面前, 霍夫曼一见面就交上了那个改装成香烟盒的微型摄像机, 表示肯通将军想要的资料都在里面, 他告诉对方自己来这里, 可是赌上了一切, 他肯请盟军务必要同意进行投降谈判, 可肯通将军却表示一切太晚了, 如果自己两个月前得到这份核心机密, 也许一切还有可能, 霍夫曼反问为何现在就不可以了呢? 肯通将军表示因为事情开始得太久了, 原本他也以为这场战争同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有关, 但后来他发现自己错了, 美国工业界在战争中发现了商机, 他们意识到了战争的好处, 尤其是对生意的好处, 生产的越多那么摧毁的就越多, 需要再生产的也会越多, 他也希望以体面和平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, 但是目前情况并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, 霍夫曼听后气愤不已, 要知道下定决心背叛战友需要多么大的勇气, 他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又需要担负多大的风险, 狡猾的肯通将军表示, 他知道霍夫曼的不义, 所以对于这些情报他欣然笑纳, 作为回报他会给霍夫曼放行, 霍夫曼和他的战友可以放心离开, 谈判失败霍夫曼无功而返, 他知道自己一旦回国就会被吊死, 决定暂时留在那不勒斯, 不过他也不愿拖累布和纳一行, 于是让他们立刻联系上级, 上报自己是叛徒一事, 可这一路走来布赫纳和克雷默深知霍夫曼并非帝国的叛徒, 他这么做只是希望早日结束战争, 避免更大的伤亡, 于是在修好无线电设备, 上报完U949号潜艇沉默一事后, 布赫纳并未上报霍夫曼一事, 霍夫曼见状借口支走布赫纳, 并以他的口吻说道, 霍夫曼尚未试图将潜艇位置和新技术泄露给美军, 我已将他抓捕并扣押, 画面回到柏林, 此时前线的战事愈发紧张, 德国节节败退, 而反对纳粹的力量也在暗流涌动, 他们计划在一次元首会议上暗杀希特勒, 联络人将罗伯特约置秘密点, 表示费德里奥将同他一起商讨暗杀计划, 而当罗伯特见到费德里奥时, 整个人惊呆了, 他竟然是霍夫曼的姐夫, 德国海军总指挥雷希特, 费德里奥告诉罗伯特元首会议提前至明天了, 虽然现在元首越来越难接近, 的暗杀行动必须继续, 随后罗伯特说出了自己的计划, 会议当天他会将自己提前制作的, 安装有炸弹的潜艇模型交给雷希特, 当雷希特从箱子中取出模型后, 会发现甲板上有一根金属管, 而这其实就是炸弹的引爆装置, 只要轻轻按下模型就会发生爆炸, 其威力刻意移平整座房屋, 所有人包括雷希特在内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, 雷希特听后默默点了点头, 批准了这项行动计划, 另一边舒尔茨搜查了鲍博的办公室, 并发现了他的一张就诊记录, 经过了解,鲍博身患肺癌已是晚期, 并且已经打算放弃治疗, 由此舒尔茨怀疑, 鲍博并不是真正的费德里奥, 他一定是在保护着谁, 在将可疑的人员一一排除后, 舒尔茨最终将人选锁定在了雷希特的身上, 当晚雷希特回家后便要求汉尼今晚就离开柏林, 前往丹麦,自己会为他安排好一切, 汉尼紧张地询问雷希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 雷希特面色凝重表示自己要执行一项秘密任务, 但他现在不能透露, 可话音刚落, 一个不速之客突然拿枪冲了进来, 来人正是舒尔茨, 他称赞雷希特的演技非常好, 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一条唯唯诺诺的可怜虫, 而他其实就是反对纳粹的核心人物费德里奥, 雷希特承认自己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费德里奥, 不过在这样的关键时刻, 即使他倒下了也还会有新人接替自己的位置, 舒尔茨斥责雷希特享受着特权的同事还背信弃义, 雷希特称他只是不愿再看到同胞饱受欺压, 道不同不相眉毛, 如果舒尔茨想要开枪那就请自便, 汉尼健壮想要上前求情, 可舒尔茨依然开枪打中了雷希特的肩膀, 他得意洋洋地表示教父丈夫都死在了自己手中, 现在汉尼家中就只剩下他的弟弟霍夫曼了, 那也是他最想杀的人, 这一刻汉尼没有害怕, 他勇敢地上前拿走了丈夫身上的手枪, 趁着舒尔茨放松警惕, 直接一枪打中了他的胸部, 接着又一枪打在了舒尔茨的当部, 当场送走了这个恶徒, 不久罗伯特闻讯赶来, 他告诉雷希特, 霍夫曼行动失败目前正在意大利纳布勒斯, 雷希特直言这真是一个坏消息, 说完他隐晦地叮嘱罗伯特将模型收回妥善保管, 目前他们不能在会议上向元首展示最新技术了, 画面来到纳布勒斯这边, 布赫纳和克雷默打算搭乘国防军的卡车返回德国, 临别前霍夫曼将一封信交给布赫纳, 希望他替自己转交给姐姐, 布赫纳走后一个男人坐到了霍夫曼身边, 他借故同霍夫曼攀谈, 可当霍夫曼察觉到不对劲时, 男人突然露出凶响直接拔刀刺中了霍夫曼的要害, 原来他受党卫军指派前来解决霍夫曼, 虽然一生正气的霍夫曼让他钦佩, 但若涉及到生意那便是另外一码事了, 霍夫曼宁望着远方心中牵挂着远在柏林, 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姐姐汉妮, 然后慢慢闭上了双眼, 与此同时汉妮正在阅读霍夫曼的长信, 霍夫曼回忆了儿时的一段经历, 一次他们一家在意大利渔村度假, 结果自己惨遭当地孩童的欺凌, 满脸是泥巴衬衫也被扯破,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 后来姐姐告诉他他们家族的人绝不能接受不公正的待遇, 于是带着他同那些孩童进行了一场游艇赛, 并成功打败了对方, 让那些孩子看清了自己的位置, 信件最后霍夫曼表示, 现在汉妮是家族里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好的一个, 他相信姐姐会像女战士一样, 打败周围所有的敌人, 随着镜头拉近汉妮的眼神中透露着坚毅, 而接下来他也将独自奋斗, 带着父亲和弟弟未完成的使命, 继续解决处于危难中的同胞们, 带领大家走向光明。 好了至此, 从海底出击第四季的内容全部落下帷幕,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, 我们下期再见。